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即使灵魂曾经被出卖给魔鬼 正义之人依旧能保持着向善之心 不向邪恶妥协的魔幻电影《灵魂战车》 强尼跟父亲是镇上马戏团中为二的特技赛车手 他跟女孩罗珊情投意合 但罗珊的父亲根本看不上穷小子强尼 打算将罗珊送走 这对小情侣一点都不想分开 强尼要带罗珊私奔 约好明天中午一起逃离小镇 等他回到家中却发现 自己的父亲早已患上癌症 他心烦意乱 既为父亲的病情担忧 又不愿与罗珊救死分手 就在这时 恶魔找上了强尼 声称只要他愿意出卖灵魂 他父亲就可以病愈 强尼痛快地签下了契约 第二天清晨 强尼的父亲神清气壮 恢复了健康 在父亲兴致勃勃准备表演时 强尼提出了他准备带罗珊离开小镇的计划 父亲十分伤心 不得不同意强尼的计划 还将强尼心意已久的摩托车送给了他 结果强尼还没将车开出马戏团 父亲在表演时就出了意外 当场逝世 他意识到是恶魔在暗中搞鬼 然而他无法反抗恶魔 间接害死父亲 愧疚的他背叛了罗珊 违背了承诺 一个人逃离这块伤心的地方 十几年过去了 强尼早已不是当年的熊小子 他成为了名声响彻全国的特技明星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飞车极限 即使挑战失败 他也能毫发无伤 所有人都瑟瑟称奇 但只有强尼清楚 他能死里逃生 都是因为恶魔在注视着他 强尼选择在父亲的忌日 挑战飞车表演 在赛前他偶遇了初恋罗珊 他发觉自己根本忘不掉他 挑战成功后 他驱车赶上罗珊 两人旧情复燃 并决定当晚进行约会 恶魔趁着夜色入侵 强尼的皮肤开始发红发烫 身体已经不受他控制 恶魔告诉他 兑现契约的时候到了 他必须杀掉恶魔的儿子夜心魔 夜心魔十分强大 还野心勃勃 他的目标是 传说中力量最为强大的契约 恶魔驱使强尼变身成为恶灵骑士 他与夜心魔的党与恶斗之天明 太阳升起 恶灵骑士咆哮着消失了 强尼倒在路边 被神秘人所救 神秘人异常清楚恶魔的交易 告诉强尼 恶灵骑士并不只有一人 而夜心魔 觊觎的那份契约 是被前任恶灵骑士藏起 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邪恶势力染指 罗珊因为强尼撬掉约会 找上门来 强尼选择告诉他真相 但对方并不相信他的话 夜心魔席卷重来 在强尼家中大闹了一场 还带走了罗珊 他告诉强尼 必须带着契约来交换女友 而神秘人就是上一任的恶灵骑士 契约正是在他手上 强尼找到神秘人 竭力说服他拿出契约 神秘人知晓强尼必须救出女友 并将契约交给了他 强尼并不愿意看到夜心魔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在罗珊脱离危险后 他冲向了夜心魔 两人交战至天明 最后夜心魔败在了强尼的手中 强尼用正义瓦解了邪恶力量 恶魔很满意他能完成契约 宣称可以将灵魂还给他 强尼毫不犹豫地拒绝 他知晓恶魔的把戏 只要他脱离了恶魔的契约 就会有下一个像他这样的受害者出现 他要继续做恶灵骑士 防止无辜者遭殃 影片结束强尼被设计 灵魂出卖给了恶魔 当他仍为丧失掉人性 坚持自己的正义 时光带走了那个天真的男孩 却从未改变过他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